为什么会跟一些众生感应到较 佛度有缘人 广义的来讲 一些众生跟佛是一体 哪个众生跟佛没缘 统统有缘 一体嘛 怎么会没缘呢 受法界一真装严 全是自信边线的 他怎么会跟自信没有缘呢 这个道理呢 佛度有缘人 那是什么 语言成熟的 是讲这个 语言不成熟 佛来度他 他不听 他不愿意接受 那个叫无缘 不是真的无缘 所以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 要会听 不能信息 听到他能信 他能懂 他真干 这个语言成熟 这样的人的时候 这一生呢 肯定得懂 就是佛菩萨帮助他 交给他 引导他 他一定能够处理三界 就是脱离六道路 这句话怎么说法 历尽希望之相 虚望之相的根 就是阿雷耶的三界六出 三界六出 写掉了 那你真的把虚望之相 统统 放下了 统统放下 不再去分别 不再去执着了 甚至于不再起心通念了 积极 基建设想 你就见到自信 清净 与明体 你记住 我们眼看 耳天六根 接触 外面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就见到 自信 清净 与明体 顾云 极尖 如来 那恭喜你 你究竟圆满成就了 你成就 发生如来了 此 只 发生如来 发生如来 立业且相 顾云 舍下 无相 无相 就是体现 像我们举的比喻 屏幕 屏幕是实相 确实 没有一切相 一切幻象 在他的显现 他丝毫不沾染 他丝毫没有妨碍 换一句话说 与他根本就不相干 这个意思要懂 我们成佛了 我成佛了 还有许多人 没有成佛 那我这个 镜面是干净了 那些人 没有成佛 在我现象 然不然 我这个 这个屏幕呢 不然 我虽然成佛了 那些没成佛的功 一次好都不然 一样生活在一起 快快乐乐 那他们在造业 那佛福尚 佛福尚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跟自己一样 所以修佛 不发菩提心 不发度众生的心 成不了啊 为什么你不发 你没有放下了 没有把自己放下了 那怎么行啊 你还有我 你还有执着 你还有成见 你是道地的凡夫啊 所以障碍从哪来 自己来的 除自己之外 什么障碍也没有 你一念觉悟了 障碍就没有了 你的时候障碍重重啊 但非无法身 故云实相无不相 无不相就是实相的作用 他要到人间来度这些众生 要不要现相 要现 要现就是无不相了 释迦牟尼佛现相啊 他不现相就不能讲经受法了 不能帮助我们啊 他虽现相 他现是个觉悟的相 他不是个迷惑的相 迷惑的相造业 齐心动念 阴雨造作 通通在造业 造什么业呢 轮回心 造轮回业 造善业 生善善道 造卧业 生善卧道 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他来实现的时候 他也不造善业 不造卧 那我们给他定个名字叫敬意 亲近 叫敬意 所以他实现的这个相呢 天天起的这个作用啊 跟六道没关系 不但跟六道没关系 跟实发业也没关系 如果他的无始无明没断境 他还住实报装沿途 无始无明吸气断境了 他住成这广途 没关系 万法是一体 这个要知道 为什么会跟一些众生感应到较 佛度有缘人 广义的来讲 一切众生跟佛是一体 哪个众生跟佛没缘 统统有缘 一起嘛 怎么会没缘呢 受法界一真装严 全是自信变现的 他怎么会跟自信没有缘呢 那这个道理呢 佛度有缘人 那是什么 语言成熟的 是讲这个 语言不成熟 佛来度他 他不听 他不愿意接受啊 那个叫无缘 不是真的无缘 所以我们听这句话的时候 要会听 不能信息 听到他能信 他能懂 他真干 这个语言成熟 这样的人的时候 这一生呢 肯定得度 就是佛菩萨帮助他 交给他 引导他 他一定能够出力三戒 就是脱离六道轮回 这是更熟的众生啊 遇到净土法门 他这一生 真的念佛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也是圆满得度 那刺一等的 刺一等 听了是好 也听懂 这个世界呢 五余六成放不下 还贪念这个 那他断卧修下 来生得人天佛宝 那他也 相信佛法 这语言被成熟啊 佛菩萨对这些人呢 帮助他提升 遇到佛菩萨 都是有好处 决定没有坏处 烦恼吸气重的 障言深的 佛菩萨在阿赖耶 实际中的种种子 近似闻生 见到佛的形象 听到佛说法的音声 对 伊利尔根 永违到种 阿赖耶里面种种子 这个机会也不多 全世界 多少人一生 没有这个缘 没有见到佛像 没有听到一个佛的音声 很多 很多 佛没实力众生 众生不愿意 迷在五月六成里面 迷在他身 回不了头 遇到这些因缘 是他回避 那么我们就想到 他在这个六道里 还有苦手 还有很多很多的苦 他有受 受尽了苦 苦尽甘来 受尽苦 他才会回头 那他才有求 超度这个念头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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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